如果东部第一后卫 甚至东部最好球员 只是一个二轮秀 布伦森要带着纽约打季后赛了 以当家球星的身份 在他拿到那份合同时 有不少人认为他不值钱 一个矮小的大龄后卫 在独行侠成为最佳第六人候选 打出一年21加4加3的季后赛 已经到上线了吧 还能指望他成为全明星吗 结果他真的做到了 他成为了全明星 成为了纽约的当家球星 十次40加 延续5场35加 单场61分 场均28.6分 更别提上个赛季 就成为MVP榜第12名 打出27.8分的季球赛 他的每一步都在超越别人的期待 以他的天赋 或许不该成为顶尖高中球员 以他的天赋 或许不该成为带领球队 拿到NCAA冠军的球员 以他的天赋 或许不该成为首发 成为核心 成为全明星 甚至东部最好的后卫 但他都做到了 他那个有着9年NBA生涯的老爹 从小带他玩命训练 而当布伦森习以为常之后 才发现 很多人并不这么努力 原来要付出这么多努力 才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 这支撑着布伦森的每一步 疲惫是弱者的天性 请保持精神的强大 老爹这一句太难实现的话 布伦森真的做到了 为什么入选全明星会热泪盈眶 我们看了太多超级巨星 可能忽略了这样的平民球星 想走到这儿 到底做了多少准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